中国的局势发展非常迅速,也在一步步的走向世界之最的称号。 对于军事的了解,便是它能让国家在国际地位站得住,也能让国家在国际拥有话语权。 国与国之间如果是要发动战争,第一个出动的,那必然是军事国防队,大家都知道军事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项目。 在眼里,军人便是军事的主导线,军事军队向着世人展现的抗战精神便是天下新亡,匹夫有责。 在看到过许多的有关抗日时期的报道后,才明白军人们的爱国情怀是多么的强烈,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保定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信念去保家卫国,这样的精神才是军事精神。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军事方面,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其中又有哪些名的军人吧? 媒体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顿公然指责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明目张胆,的研发攻击美军的先进武器。 这些武器虽然是部署在地球上,但目标是攻击美国在太空中的数百克卫星。 海顿表示,美国在太空中的优势在逐渐丧尸。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紧盯着美国在太空中所做的一切,并且积极应对,中俄开发出部署在地球上,能够干扰美军卫星的干扰武器和动能武器。 这将使美军在战争中失去双眼,中俄两国在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领先地位,试图改变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 海顿称,美国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针对海顿的发言,俄罗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尤里对此解释,俄罗斯始终监制这首国际法准则,研发这类武器有为国际法,俄罗斯现在不会这么干。 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回应海顿的发言,估计未来了也不太可能回应美军这种无稽之谈。 中国一直反对在太空中部署武器以及动用武力,但是在地球上相应部署打击卫星的武器,外媒有过报道中国进行了多次测试,但是没有被官方证实。 外媒报道,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动能武器的测试,动能武器被认为是战略反导,法卫星和反航天气最有效的手段,也可以拥有战术反坦克,反导,防空。 美军在今年也公布了他们最新的动能武器,建的电磁轨道炮,根据美军公开的视频显示,这款电磁轨道炮可以达到每秒2000米速度,每分钟也80枚炮弹,射成185公里,90秒击中目标。 这是目前已公开的最为先进的武器,中国在电磁领域的研究不选色于美军,根据马伟宁认识的专注,或许美军司令所指的中国研发的超级武器就是其中一种,专注文章中称,电磁发射技术是未来发射方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发射距离可以分为三个分支,其一,长度为10米级的应用为电磁轨道炮,出速克达每秒3000米,其二,长度为100米级的应用,为航母电磁弹射,出速克达每秒100米,其三位目前在延的最为尖端的,是长度千米级的电磁推射,使用在航天发射上,出速克达每秒8000米,超过第一宇宙速度, 地球上发射,直达太空,消灭几颗卫星,肯定不在话下。 看到这里,你们都了解到了什么呢? 在的认为,军事就是在保护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与国家领土,给子民带来一定的社会保障,不管是国家的军事还是国外的军事,都是值得人们去敬佩的。 不如,不调侃军事方面,这便是我们应该保持的状态, 而我们生活在这个安全的国家,只有要努力工作比学习,为祖国的明天做贡献。 即使这个贡献不足一提,但是人群多就必然为绩小成多啊。 热爱生活,热爱祖国,让明天的中国会比今天更美好。 也让中国的梦想接近现实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